他曾经是一个浪子,却在过境千分后迷途知悔,也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他就是洪荣洪,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1963年3月26日,洪荣洪出生于台湾,是著名的歌手、主持人。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低音歌王洪一峰的长子。 父亲对他非常严格,从三岁起就让他弹琴、练嗓,并限制他每天只能玩耍一个小时,只要他做错了事情就会被处罚。 什么顶脸盆、罚柜都是小儿科。 曾经,父亲还罚他一直唱歌,直到所有观众都鼓掌。 从小,洪荣洪就背负了很大的压力,但是这种高压的训练方式也让他有所成就。 他五岁就和父亲一起出唱片,九岁就出了个人唱片。 13岁时,他跟随父亲一起到日本,参加了为期三年的特训。 在这三年里,他无依无靠,还经历了父亲出轨、父母离婚等惨事。 洪荣洪16岁时,结识了西餐厅著唱的江慧,并和他谈了一段纯纯的恋爱。 两人郎才女貌,堪称歌坛的金童玉女。 但当时,洪荣洪心性浮躁,并未真正地把江慧放在心上。 两人交往两年多后,便黯然分手。 时隔多年,洪荣洪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对江慧很抱歉。 而且,洪荣洪因为没能跟江慧亲口致歉,感到十分遗憾。 1982年,秀场正热,洪荣洪的事业也有了起色。 而且,只要是洪荣洪担当主秀,一定常常爆满。 但好景不长,行业整体开始下滑。 雪上加霜的是,那时,陈金沛似乎是想借绯闻, 把人气炒旺,从中得利,便说自己与洪荣洪相恋。 没想到,此举却将洪荣洪推入了深渊。 她主演的节目《票房惨跌》。 事后,洪荣洪也直言,与陈金沛只是在炒新闻, 全是噱头的一部分,和她没有恋爱关系。 1998年,走过人生起伏的洪荣洪步入婚姻殿堂, 但与第一任妻子蒋秀美仅相处一年,就走到了离婚的结局。 1999年,洪荣洪与助理陈诗宇喜结连礼,并育有一子两女, 夫妻俩婚后经常一起出席公开场合,感情融洽。 但有次,他们一起上节目时,陈诗宇自曝因为受不了他酗酒的恶习而争吵不断, 还差点患上了忧郁症,甚至提出过离婚。 当时,他已签字,后因教友开导才保住婚姻。 除个性与酗酒的问题外,据有人透露, 洪家三兄弟为王妇洪一峰拍摄的电影《阿爸》上映不久, 洪荣洪就发生了婚外情。 当时,他担心被媒体挖出此事,就缺席了宣传。 后来,他称已解决此事,家人就没再过问。 没想到,洪荣洪在2013年又被曝出外遇, 他在尚未办妥离婚手续的情况下, 就与贵妇小三苏珊同居。 这让当时备受煎熬的陈诗宇狂吞60颗药, 更坦然,我曾经想亲生。 最终,双方在2014年签字离婚。 据传,苏珊不但有貌似名模隋唐的完美鹅蛋脸, 还是个女强人,并且担任了当代东京房产顾问的执行董事。 早年间,洪荣洪就有过在日本发展的经验, 而苏珊常在日本,夏威夷两地旁。 因为有共同话题,两人拉近了距离, 最终成为亲密恋人。 洪荣洪还曾与八哥、纪宝如、刘福柱等人 一起为苏珊在台北京华酒店举办的投资说明会站台。 之后,媒体向她的弟弟洪敬瑶求证事实真相。 她表示,因哥哥长期在加拿大, 两人之间见面机会不多,所以她对此事不知情。 但她坚持说其应该没有外遇, 还说要回去询问洪荣洪。 之后,洪荣洪通过华特唱片发布声明。 声明写道, 洪荣洪与前妻由于个性与生活理念 以及在儿女教育方面有极大差异, 故在慎重考虑下于2013年8月协议离婚, 并称不会再做回应。 对于她已有小三、女家暴等事, 公司华特唱片则表示, 一律不回应, 以声明稿所写理由原因为准。 两年后,洪荣洪终于勇敢地坦诚错误, 更喊话前妻, 请你原谅我的所言所行, 若是有任何方式可以弥补, 我都愿意。 而陈施宇表示早已原谅, 十分有气度。 而两人离婚多年, 日前,洪荣洪却被媒体报道未支付抚养费, 长子洪亮的学费都由陈施宇现任老公高家聪支付。 之后,洪荣洪急忙通过徐林默律师发表了五点声明, 要求陈施宇几日起不得出售名为《幸福在转角》的书籍, 抑或发表其他有关洪荣洪的不符事实言论、文章或书籍。 律师还强调, 伪者,本所将沈卓相关情状, 代理洪荣洪先生, 诉究相欢人等所涉及刑事妨碍民遇罪, 民事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责, 似乎是想通过法律途径以正清白。 洪荣洪表示, 曾经过户了价值约4600万的两栋加拿大别墅给陈施宇, 离婚前后也陆续给出210万元左右, 以此反驳自己未付三个小孩抚养费的传闻。 声明中也提到, 婚姻状态乃属个人隐私领域, 与演艺事业无关, 且全心为了保护未成年子女, 不希望子女受到干扰。 故,洪荣洪先生选择不对外公开以上实情。 其实, 离婚协议的内容中, 有名却表示, 陈施宇同意无条件放弃赡养费及孩童教育费, 但洪荣洪爱子心切, 多次额外赠予抚养费给未成年子女, 并赠予子女就读美国学校的高额学费, 赠予子女所需乐器、 电脑、零用钱、生日经、过年红包等等, 初步估计超过三百万元。 而陈施宇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 导致他名誉受损。 对于前夫的强硬声明, 陈施宇则通过经纪公司, 顾立狗娱乐表示自己的新书《幸福在转角》和受访时的话没有半句谎言, 愿意提供证据, 而且已经请律师拟定回复洪先生的声明, 会找适合的时间再做公布。 之后, 陈施宇不受舆论影响, 还举办了《幸福在转角》音乐会, 现任老公、 小女儿、 小儿子都献身力挺他。 18岁的大儿子洪亮则跟他合体演出, 替妈妈伴奏。 受访时, 陈施宇谈到洪亮, 说他得来不易, 流产五次才怀到他, 前两个月都还在出学, 而且是33周就出生的早产儿, 体重只有2200克, 一出生就插鼻胃管, 贴着心跳监听器, 祝保温箱, 还患有坏死性肠炎, 医生说存活率不高, 让他每天以泪洗面, 也复述了现任老公说过的一段令人感动的话。 他老公说, 其实自己一直都有算孩子们的教育费, 大不了把房子卖了, 丈夫的支持让很重视小孩教育的他相当心安。 陈施宇今年43岁, 老公搭他6岁, 而被问及是否想再拼生小孩时, 他则说, 我们都很爱孩子, 老公是有两个儿子, 他还想要一个女儿。 并透露目前没有避孕, 顺其自然, 还打趣说, 老公有提过, 不如直接生双胞胎。 不过, 他坦言, 生小孩是小事, 对孩子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 洪荣宏也再度步入婚姻, 与小邓丽君张静云共足家庭, 也让人见识到了金曲歌王的浪漫多情。 夫妻俩时常大方放照, 之前, 张静云在脸书上传了一张, 洪荣宏开心地喝着饮料, 他在旁边抱着一个小女童的照片, 还写道, 一家三口, 并搭配五个笑脸的表情符号, 似乎十分幸福。 而许多网友献上了祝福, 同时也议论纷纷, 不乏, 原来你们俩偷跑去生小孩了呀, 恭喜哦, 宝宝好可爱, 这样的话。 随后, 张静云也回复留言, 说, 时间过得真快, 不知不觉已经长这么大了, 很有效率吧。 这段话再一次引起了热论, 对此, 洪荣宏并未正面回应, 而洪荣宏友人则表示, 洪荣宏张静云结婚后, 与他们几乎每半年都会相见残天, 因此说, 每次见到静云的肚子都是平坦的, 不像是怀孕, 应该不是他们的小孩。 洪荣宏担任新专辑《脚步漫漫》的制作人后, 几乎整天都坐在计算机前工作, 鲜少起身走动, 目前竟得了急性痔疮, 并从内治转为外治。 而老婆张静云也透露, 患处肿得跟鸡蛋一样大, 且血流不止, 但当时他们在国外, 只好先用卫生棉救急, 甚至去买成人纸尿裤来穿。 亦返家, 洪荣宏便急奔急诊, 请求安排手术。 他生病的这段时间脾气也变得暴躁, 但老婆依旧很有耐心进行照顾。 他在进手术室前, 握着老婆的手向他道歉, 两人都很担心这会是最后一面。 幸好手术相当成功, 他本不愿意对外公开演辑, 但也体会到了痔疮的严重性, 便决定让更多人知道, 不应碍于面子拒绝治疗, 更别忽略身体的小毛病。 而说起婚姻之道, 洪荣宏也曾自白, 在与张静云结婚前, 因为经历了外遇、 婚变等各种新闻产生的人生低潮, 再加上心中对于陈诗宇的愧疚, 曾患上心理疾病, 甚至还一度想了结自己。 最后, 好不容易靠着信仰, 才走出了这段长达一年的低潮。 宣传新专辑时, 洪荣宏还带着张静云一起过节目, 提到私下夫妻相处的情况, 他浪漫表示, 自己常常唱歌给太太听, 这次还特别为对方量身打造男女对唱曲, 歌迷们可以期待下。 这段感情渐渐稳定, 双方已经过了磨合期, 应该不会再轻易生出变故。 感情这事倒是真的说不准, 作为旁观者, 能做的也只有祝福。